最甜美的Morning Call 小湯元要来帮大家读读报 我们先看到新闻头条 帛琉总统会数人昨天下午4点 已经搭机抵达台湾 展开了五天四夜的访问行程 这是疫情冲击全球之后 首次有友邦元首访台 不过更令人意外的是 美国驻帛琉大使 尼约翰夫妇也随行来访 总统府发言人庄敦涵就说了 蔡英文总统是诚挚的欢迎 但也预祝会数人所率领的访问团 与我国的政府及民间共创双赢 并且期待台博旅游泡泡顺利的启动 会数人就说了得利于美国之助 其实帛琉在1月的时候 就已经收到了第一批的新冠肺炎疫苗 参与美国的快速防疫计划 那尼约翰入境的时候 并没有和会数人走在一起 虽然全程都有戴着口罩低调的 藏身在访问团当中 但是听到会数人的话之后 是眼露微笑 两人看起来似乎是有很好的默契 好那再来我们要看到是大陆 根据大陆的国家卫健委消息指出 截至27号 大陆各地累计报告 接种新冠疫苗已经破亿达到了 1亿0241.7万剂次 那日前这个日接种量 也已经突破了600万剂次 在疫苗供给方面 大陆疫苗企业同样在扩充产能 那大陆的国药集团就表示 今年的产能可以达到10亿剂 好另外大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28号举办的记者会 那大陆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 米峰就说 根据国际疫情形式 以及传染病防控的经验总结 加快疫苗的接种 是当前有利的疫情防控手段 大陆正在安全有序 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卫健委已经向部分的省份 派出了工作小组支持和指导 当地展开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大陆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 吴良有说 好大陆优先安排了高等学校的学生 以及教职员 以及大型的超商的服务人员等人群 来接种疫苗 同时也是积极的推进60岁以上的人群 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来接种 就希望可以提高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好再来我们镜头要转到美国了 现在全美大约有60个城市 27号是举行的反对仇视亚裔集会 除了在亚特兰大之外呢 还包括了纽约 旧金山 洛杉矶 芝加哥 底特律 波特兰等等 好那洛杉矶数百名的亚裔 在韩国成示威 那参与游行的台湾 侨民就说 30年来 第一次看到亚裔群众 是如此的团结 那其实从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的亚裔遭遇的 这个仇恨犯罪是大幅的增加 虽然总统拜登已经设法要来支持亚裔 就是包括禁用中国病毒啊 武汉肺炎啊 这样的说法 但是啊 亚裔的民权人士就认为 美国与大陆的冲突 现在是不断的扩大 恐怕会助长仇视亚裔的情绪 那针对亚太裔的仇恨事件 恐怕还会更加增多 好镜头转回国内 我们要看到的是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今天将来审议所的税法修正草案 关于房地合一税相关条文 总计啊 现在是有行政院的版本 国民党立委李桂敏 曾明宗赖世宝 以及民众党团与民众党立委张其露 等六个版本 预计呢 朝野攻防的焦点 会放在税率以及适用范围 那包含 取得时间是否要塑集到2016年 正式实行的日期等等 那最具争议的适用日期 还有实施日期 曾明宗是认为呢 政院版已经明确的规定 适用范围是从2016年取得起算 那如果财政部还不能坚持取得时间 回溯至2016年算起 就太没有胆势了 那至于实施的日期 好 当然是越快越好 那如果修法顺利 最快四月底前 就可以完成三读 公布以及开始实施 好 所以啊 行政院这回打炒房 是不你要也修正了 囤房税 产学界意见现在是分歧 因为屏东大学不动产经营学系的副教授杨宗憲就估算 就算啊 囤房税提高到了10%也不见得会有效 那依据有效税里1%国际水准来看 囤房税恐怕要调高到50%才有效 好 最后我们要来回到这个凤梨的议题啊 去年3月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宣布啊 这个凤梨外销澳洲的夹击 但是经过了查关税统计 却发现呢 只是56公斤的凤梨干 就遭批又是在搞大内宣 那昨天呢 农委会是证实今年首批 澳洲消费者预购的2公吨台湾凤梨 日前已经空运抵达了澳洲 27号完成检疫查验 不过出口商市坦言啊 虚过是用薰针的过程 本来就很容易导致凤梨腐烂 那再加上金钻凤梨是不耐长途低温运输 未来金钻凤梨恐怕只能走 比较昂贵的空运方式外销 有澳洲的台桥就表示啊 其实空运澳洲的台湾凤梨一颗 澳币20多元 就是大约是台币400多元 根本没有市场的竞争力 只有满满的爱国啊 和乡酬的人才会去购买 那出口商也表示 如果海运到澳洲呢 在熏针就没有烂掉的问题 可是澳洲是不接受这样的做法 因为这是当初台澳双方 没有谈好所导致的 所以金钻凤梨如果冰过再回温 内部会黑化 就像这次新加坡市场的黑心凤梨一样 那芒果凤梨则是有长途运输的优势 那冰过再回温 内部是不会黑化 未来有意愿转种这个 芒果凤梨的农民 应该是会增加不少 以上就这节读报提供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